大家好 我是鄭匡宇 在我身邊這位是冷靜 已經嫁到日本的台灣女孩冷靜 所以我這邊又要替廣大的這些男男女女 就是對於這種想要成就一段異國戀 想要希望跟外國人結婚的朋友 問一個問題就是 異國戀在溝通這件事情上面會不會很困難 很多人最擔心就是這個嗎 對 那妳當時妳怎麼跟妳老公溝通呢 用什麼語言 其實我跟她的老公是講英文 因為她就是在美國長大的背景 然後再加上我本來就是 也沒有想像我會跟日本人在一起 所以我就是也沒有也不會日文 最amazing的是跟日本人在一起 可以不用講日文 你看多棒 講英文就好 所以這個英語呢 還是大家最重要的一個國際語言 對 我覺得英文最好 但即使是英語 你看英語又不是妳的母語 那妳跟她比如說溝通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吵架呀 或者很開心要分享 那這語言的隔閡有沒有造成什麼問題 就其實一開始 就是我對異國戀人會有點害怕 因為會覺得 我也會覺得說 就是溝通 就是要怎麼溝通 那些問題 然後那時候呢 就是 我就去問了我一個學妹 因為她以前就跟一個義大利人在一起 然後我就問她 就是那異國戀人的 就是有沒有什麼 你們怎麼溝通 那時候她就跟我講一句話 然後整個聽完就忽然開朗 是 她就說 語言是一個問題 但是溝通不是問題 因為其實溝通有很多方式 是 對 然後有時候 兩個人講同樣的語言 也不見得能溝通得很好 對不對 對 反而更容易吵架 或者是 你會因為 你們很容易可以聽懂對方的語言 然後你就 可能就是 就是不會認真聽對方講話 第一個不會認真聽 第二個可能 會講出一些非常非常傷人的話 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大家情侶應該可以發現 就是每次吵架 就吵到最後都不再吵那件事情 都是在吵說 你剛剛怎麼罵我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最後都是 為了吵架而吵架 對 都是在吵說 就是你剛講什麼字 什麼話 沒錯 就是傷害到 或者你剛害那個眼神 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已經不在溝通原本 要吵的議題 沒錯沒錯 所以大家 真的要注意 異國戀的重點 有時候其實不是什麼語言 或者距離的隔閥 對 就是如果你真的願意 就是了解一個人 願意就是跟他好好溝通的話 就是有很多方法 是 就是觀察 然後傾聽 傾聽 對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這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把這一點記得